今晚11點,你會做甚麼? 我媽就試過叫我去街市買水果 其實認知障礙的病者 她的時間是完全敏戀的 做人兒女的 答應過無論如何都要照顧父母 但好像患了認知障礙這個病的時候 你說會怎樣? 經常都不記得我 然後又要哄她 然後又幫她改了個名字 叫Lucy 她很喜歡別人哄她 五十多歲 即使有些衰退其實都很正常 但當她確診了認知障礙的時候 她已經79歲,遲了20年 我當初以為老人痴癌 應該是老人家的專利 誰不知原來不是 這個名字其實連我也不到了 最後改了個名字叫做認知障礙 做了視網網圖像分析 15分鐘而已 以後就可以知道自己患病的風險 早點發現 早點為未來打算 日落 年紀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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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年紀錄